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来自物质的精神的种种冲击 往往让人海中紧握的左手和右手分散了 我们忘记了 爱情原本就是有缝隙的 因为有两个人 两个灵魂 没有谁和谁可以浑然一体 就是这个缝隙 让那些尊严 金钱 定位之类的东西有机可撑 一旦我们彼此不坚定 那些外来者的公式就会愈演愈烈 直到他们把我们的爱情踩在脚下 嘲笑地看着我们 茶花女 第一集 我认为只有对人有深刻的了解 才能在笔下创造出众多人物形象 这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之后 才能使用它一样 在年龄上 我这支笔尚未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于是就只有满足于平铺直序 鉴于此 我希望读者不要怀疑本故事的真实性 而且其中的所有人物 除女主人公外 均尚在人世 另外 这本书中 我所提供的大部分故事情节 其见证人都尚在巴黎 唐认为我所叙述的情节 其证据尚不足以服人的话 那么这些见证人均可作证 只不过因为一种特殊的机遇 只有我本人 才能把这件事河畔拖出 而且也只有我本人 才对那些故事的详尽细节 了解得最清楚 唐没有这些细节 那么这个故事 不但失去了它的完整性 而且也就索然无味了 那么现在就来谈谈 我是如何了解这些细节的 1847年3月12日 在拉斐特大街 我看到一张陡大的黄色广告 宣称有一批家具和名贵古玩 要进行拍卖 并称这些东西的物主 也已经去世 但广告没有提到 已是物主的名字 只说拍卖会将于16日中午起 至下午5时 在昂坦街9号举行 广告还写明 有兴趣者 可遇13日和14日 前往参观那所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嗜好鼓玩 于是决定借机前往浏览一番 即使不买 至少也可以见识一下 第二天 我便来到了昂坦街9号 当时时间尚早 然而这所房子里 已经来了一些参观者 其中还有些女性 有些女兵穿着天鹅绒服装 肩披开斯米大披肩 门外还有华丽的四轮马车 在等候 但看到展现在眼前的 那一派豪华景象 他们也紧不住面线惊讶 甚至羡慕不已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 不久之后 我便明白了 他们何以会如此的惊讶和羡慕 因为我也很轻易地发觉 我住足的这个住宅 乃是一个靠情人供养的 女人的住宅 如果说 有什么物事 足以使上流社会的 侍女们感兴趣 且又欲一睹为快的话 那么他们想看的 就正是这类女人的内饰 因为这些靠人供养着的女人 也有自己华丽的马车 并且和名媛贵妇的马车 并驾起居 地上的泥浆都能溅在 他们的马车上 同样 这些女人在巴黎歌剧院 和意大利剧院 定有自己的包厢 并且就在他们的旁边 这些女人在巴黎 直高气扬地炫耀自己的姿色 炫耀自己的首饰 乃至炫耀自己的绯闻丑事 我参观的这所住宅 女主人已不在人世 因此连最讲真操的女性 都可以禁止进入她的卧室 因为死亡似乎已经把这个充满 污秘气息 而又富丽堂皇的所在给进化了 再说 如果有必要 这些真女也自有其原谅自己的理由 他们可以推说 之所以来此 乃是因为这里是在拍卖 并不知自己来到了何许人的家里 他们看到了广告 想前来看看广告上所提的一切 并预先做一挑选 这岂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吗 当然 这一切也绝不妨碍他们在这些珠光宝气中 尽兴地去寻求这个高等妓女生前的各种生活痕迹 毫无疑问 他们已听到过关于这个妓女生前种种荒诞不惊的传说了 不幸的是 所有那些神秘的生活意识 已随着这位家人的逝去而化为乌有 不管这些名愿贵妇们抱有何等的愿望 他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要出卖的这些遗物 网自惊叹 而这位女房客生前出卖自己的痕迹 却是一丝也没有留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世界名著《茶花女》 不过这里也缺乎有些东西值得意买 家具是名贵的 有用巴西出产的带有玫瑰香味的玫瑰木做的 有布尔式的 有塞福尔和中国的花瓶 有萨克森的词像 此外诸如各种绸缎 天鹅绒 花边刺绣等应有尽有 我跟随在这些猎奇新盛的名媛淑女身后 在这所住宅里心部 只见他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漫步的房间 我正要跟着进去 却见他们几乎立即便退了出来 并且言口而笑 似乎这一心的猎奇竟使他们焦胸满面 这样一来 我见这间屋子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 连醉不起眼的地方 都撞黄得精美异常 由此可见 死者与挥霍一道 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 墙下摆放着一张大桌子 长六尺 宽三尺 上面摆放着珠宝 玉器 琳琅满目 光彩照人 而且都是出自奥科克和奥迪奥之手 简直可以说是一洋洋洒洒的精品收藏库 而在这成千件精品中 每一件都是置身于这个房间的女主人 在梳妆打扮时不可缺少的 而且每一件都是金银打制的 但也可以看出 这些务实乃是一点点逐渐购置而来 如此齐全的品宠 绝非一个情妇所能提供 置身于这样一间 由情妇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内 我心中并无任何反感 对每一件东西我都颇有欣慰 并且仔细观赏 我发现这些制造的 精美绝伦的金银宝器上面 都刻有不同姓氏开头的字幕 且早有不同花样的标记 我打量着这些物事 仿佛每一件物品都向我展示出 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出卖肉体的浪荡行为 我想天主对她还是慈悲为怀 因为上苍并没有把她推向 像她这种生涯的人 通常所受到的那种惩罚之路 而是让她在正值青春年华 保持着如花似玉的娇艳 在温柔富贵乡中撒手成欢 对这些妓女来说 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是的 难道世上还有比生活放荡着的晚年 更为凄惨的事吗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 尤其如此 这时她也没有任何尊严而言 也得不到任何同情 这种抱恨终身的心情 并非追悔从前的失足 乃是悔恨计算不周和用钱不当 这才是我所能了解的人生际遇中 最令人伤心者 我曾认识一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女人 往昔的岁月 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 据她同时代的人说 此女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 她母亲对这个可怜的孩子 就如同别人想让她学习从事某种职业 她便顺从地干这种职业一般 由于过早地从事这种放荡生涯 长期训练于这种堕落环境之中 又坚持续不断地体弱多病 在她身上 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 由于没有人与一起发诱导 已然散失殆尽 尽管 赃物主也许曾赋予过她这种能力 这个年轻姑娘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走过那几条大街 她母亲亦是坚持不懈 始终陪伴着她 正如一个亲生母亲 陪同自己亲生女儿一般 那时我还是分年轻 很容易接受当时那种轻挑方纵的时代风尚 然而我却分明地记得 当我看到这种监督着女儿做这种事的情景时 仍紧不住从心底生起一种蔑视和厌恶之情 再说 在一个处女的面孔上 从来也看不出似她这般天真无邪的情感 和这样一副忧伤痛苦的表情 这张面孔 真可称作屈从女的面孔 一天 这位姑娘的面孔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 在由她母亲一手牵线的肮脏生涯中 她似乎感知到上帝已恩准她获得某种幸福 不管怎么说 既然上帝造就了她的懦弱无力 又为什么还让她在生活的重压下 得不到一丝慰藉呢 这一天 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 在她身上上残留下来的那一丝真结感 使得她欣喜若狂 人的灵魂总还是有她难以说清的寄托的 这个Louise于是跑去对她母亲诉说了这个使她狂喜不已的消息 这种事总使人有些羞于其耻 但我们在这里并非有意制造有伤风化的艳文 而是讲真人真事 再说 如果我们认为经常地把这些人所受的苦难功之于众 实非必要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不开口为妙 人们如果不问世事便于定罪 不做判断便加蔑视 那实在是可耻的 母亲听了女儿的话后却回答说 两个人的生活用度已颇感拮据 三个人的开支将更加难以应付了 更何况这种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用处的 十月怀胎 大幅翩翩起飞浪费时间 第二天 便有一位产婆前来看望Louise 在这里 我们姑且把这位产婆 看作这位姑娘母亲的一位朋友吧 因为Louise 已然有好几天卧床不起了 待她能下床走动时 人已变得比原先更苍白 也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 一位先生出于恻隐之心 决心要抑制Louise心灵 乃至肉体所受的创伤 然而由于那次 她所受的打击太重 加之流产之后引发多重疾病 Louise终于 刻然尝试 其母尚在人间 至于怎样活下去 只有天晓的 我打量着顺便的这些金银器皿 脑子里却盘旋着这个故事 这样默默想着 似乎时间已泼不短了 因为其实屋里也没有旁人 只剩下一个看门人 正在全身戒备着 以防我拿走什么东西似的 我于是便走到这位被我搞得心神不宁的老实人跟前 问道 先生 你能告诉我这间房客主人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格迪爱小姐 这位姑娘的名字我晓得 并且也曾见过她 怎么 我问看门人 玛格丽特格迪爱死了吗 是的 先生 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么 为什么竟要人来参观她的住宅 债主们认为 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价钱 买主们事先看看这些布料及家具 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你知道 这也是一种促销手段 如此说来 她是付了债的 啊 先生 债务相当之大 那么 东西变卖之后 大概可以还得清吧 还能有剩余 那么还债剩余的部分归谁呢 归她的家属 那么说 她已经有一个家了 好像是有 谢谢你 先生 看守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 便放下心来 向我行了一个礼 我也便走了出来 这个可怜的姑娘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这样想 她可能死得很凄苦 因为处在他们那种社会地位 要想交朋友 必须以健康的身体为本钱 于是 我便不由自主地对 玛格丽特·格迪埃的命运 产生了一种同情感 我这种想法 某些人看来 可能会觉得荒唐可笑 然而就我而言 对于流落在花间柳巷的风尘女子 一向是极其宽容的 而且也绝不想 对自己这种宽容态度 有半点改变 一天 我去警察所领取护照 瞧见临近的一条街上 有两个宪兵正带走一个姑娘 我不晓得她犯了什么事 我想说的只是 这个姑娘一边流着泪 一边亲吻着怀中 才几个月大的孩子 母亲的被捕 导致了这种母子的生死离别 从这一天起 我便绝不再在一见之下 便轻易对一个女子 时已蔑视了 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出品的《茶花女》 作者亚历山大小中马 播讲苏苏 由喜马拉雅授权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